特斯拉本周三盘后即将公布财报 这又是一次对公司基本面健康状况的体检 并将成为市场判断特斯拉未来发展的关键指标 尤其是在Robot Taxi发布会 让投资者感到失望的背景下 重建市场信任以变得刻不容缓 今天我们要深度探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特斯拉第三季度财报的核心关注点是什么 哪些数据可能决定股价的走向 2.特斯拉在无人价值上的承诺是否已经失去了市场信心 3.技术面分析当前特斯拉股票是否具备投资价值 入场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4.马斯克压住特朗普的真正目的 单纯的政治支持还是为特斯拉的未来铺路 大家好 这里是美股投资网 由前纽约证券交易所资深分析师Kent创立的频道 专注人工智能挖掘美股投资机会 旗下量化金融AI软件 美股大数据stock1.com 每天追踪机构主力资金买卖情况 多空情绪 根据预测机构的数据显示 特斯拉的营收有望达到256.74亿美元 同比增长近10% 但令人担忧的是 预计非公认会计原则 每股收益将下降约9% 虽然营收增长的前景让人振奋 但每股收益的下滑 无疑会对股东的回报造成影响 尤其是在特斯拉过去四个季度 表现普遍低于市场预期的背景下 考虑到汽车销售占总收入的81% 第三季度交付的电动车数量显得尤为重要 数据显示特斯拉本季度交付了462,890辆汽车 较去年同期的435,059辆增长了约6.4% 然而这个增幅显然未能达到预期的10% 这让人不得不思考 特斯拉的平均销售价格是否正在承受压力 尽管具体的ASP数据尚未公布 第二季度的报告已经明确指出 平均售价下滑是特斯拉收入的一大障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第三季度的平均售价 ASP难以改善呢 首先高利率持续抑制消费者的购车热情 尽管美联储在9月18日宣布降息 但这一政策并未显著环节市场的低迷情绪 其次电动车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 各种新车型不断涌现 特斯拉的市场份额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根据我们美股投资网收集的数据 特斯拉的Model Y在美国的交付量同比下滑了9.1% 这无疑证明了竞争愈演愈烈的现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 预计第三季度的平均售价将很难显著上涨 这可能对特斯拉的收入带来一定挑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过去12个月中 内部人士并未购买任何特斯拉股票 这无疑是一个危险信号 特斯拉的股价在2024年经历的大幅下滑 4月份曾跌至接近140美元 相较于年初暴跌了42% 即便如此 内部人士仍然没有选择增持 现实出他们对公司短期前进的谨慎态度 本月初呢 特斯拉推出了一项新的贷款政策 自2024年10月8日起 美国消费者在购买新款 Model 3和Model Y时 可以享受长达72个月的0%年利率贷款 这优惠旨在降低购车门槛 使很多人能够负担得起电动汽车 凭借这项贷款政策 特斯拉希望能吸引更多购车者 即使选择了全自动驾驶选项 买家的月供也仅略高于标准利率 在某些情况下 选择0%利率的贷款 实际上可能为消费者带来长期的节省 这种灵活的融资方案 不仅有助于提升销量 还能让特斯拉在竞争激烈的 电动车市场中保持领先 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 许多消费者在购车时持谨慎态度 0%年利率的贷款方案 无意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购车机会 对于那些犹豫不决的潜在买家来说 现在正是一个绝佳的时机 让特斯拉的电动汽车变得更加可及 同时也推动可持续交通的转型 从销量的角度来看 这项政策预计将对本季度的销售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研究表明了 电动汽车的销量与融资条件密切相关 尤其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 消费者对贷款利率和条件的关注度更高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这些优惠政策 特斯拉有望自己销售增长 进一步提升其市场份额 最后 若特斯拉在财报发布会上能够深入解读 Robotex的推出时间表 营收预测 技术挑战以及监管环境等问题 无疑将为投资者带来新的期待和希望 刺激市场反应 毕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 信心与信息同样重要 这次财报前并没有一些很明确的事件催化剂 去帮助我们投资者预判股价走势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查看美股大数据stock.com 看财报前华尔街机构投资者是怎么下单买期权的 行权价多少 有多少资金的买看涨 多少看跌 在这个财报预测板块 会帮大家统计好今天过去5天10天的期权总权利金比例 同时也可以查看有多少美元的正股 在暗尺买入或卖出比例是多少 如果是想看到具体每一天机构主力资金的流入流出 和机构每天实时更新的评级情况 可以登陆这个免费公开的页面进行查看 10月19日 马斯克承诺每天向一位签署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情愿书的编析法尼亚洲选民赠送100万美元 这一计划将持续到大选日 此外他还承诺签署者可以获得47美元 推荐他人签署还能再赚47美元 马斯克为何如此高调的押住特朗普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商业计算和政治布局 表面上看马斯克的立场 与科技界普遍支持的民主党的趋势相悖 然而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商业逻辑 回顾2017年 特朗普实施的大规模企业减税政策 使特斯拉的税率从35%降至21% 带来了显著的财务红利 此外特朗普任内 SpaceX都获得了超过60亿美元的国防合同 这为特斯拉和SpaceX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持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类似政策可能会重现 这对特斯拉和SpaceX扩张将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 马斯克呼吁加强监管 而特朗普则将AI纳入国家安全战略 这意味着特斯拉在自动驾驶等技术方面 可能会获得政府的更多支持 然而马斯克的选择并非没有风险 数据显示只有13%的共和党选民 愿意考虑购买电动汽车 而在民主党选民中 这一比例高达45% 这种差异可能导致特斯拉 失去部分潜在客户 尤其是那些重视环保的消费者 此外特朗普曾表示 电动汽车可能损害美国工人利益 这无以增加了特斯拉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 最近的Robotax发布会 原本被视为改变世界的契机 但却让投资者感到失望 股价一度暴跌性10% 与此同时呢 Uber的股价却屡创新高 这种反差引发了人们的好奇 特斯拉究竟在为谁铺路 在无人驾驶的浪潮下 特斯拉的未来将驶向何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Uber和滴滴等出租车行业巨头的强势表现 这些问题不仅考验着特斯拉 也激发了对整个行业未来的深入思考 在发布会上 特斯拉展示了几款新产品 似乎希望用实质内容打动观众 而非依赖AI生成的华丽视频 然而细节上的漏洞却令人不安 作为未来Robotax网络的主力车型 CyberCab取消了方向盘 后视镜和踏板 展示出对完全自动驾驶的绝对信心 然而当马斯克提到控制成本 三万美元以下的承诺时 市场上却弥漫着疑虑 似乎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设想一下 CyberCab的设计只有两个座位 理论上制造成本应低于两万美元 如果让擅长控制成本的中国制造商生产 甚至可能降到一万美元 那么马斯克提到的三万美元 究竟是售价还是成本 这一学年让人对特斯拉的成本控制能力 产生了疑问 也对发布会的真诚度打了个问号 Robotax的计划预计在两年后落地 这无疑是对竞争对手的挑战 然而特斯拉希望借此转型为一家 提供自动驾驶技术和车辆的AI公司 但这条道路充满了不确定性 特斯拉描绘的未来 本应通过自动驾驶技术提高效率 减少浪费 但理想与传统汽车制造商的 既得利益之间的冲突 使这一愿景变得扑朔密立 与此同时 Uber等出租车公司 则期待通过无人驾驶技术 大幅降低运营成本 获得更多市场红利 然而特斯拉究竟是希望 每个家庭拥有更多的车辆 还是通过无人驾驶技术 减少对汽车的需求 这种矛盾揭示了自动驾驶 未来发展方向的复杂性 值得深入思考 现有特斯拉车主 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爱车 转变为Robotex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中高端品牌 特斯拉车主可能不愿意 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 让陌生人频繁进出自己的车 此外 营运车辆的保险问题 以及故障率和事故率的上升 也让车主心生不安 影响他们的参与意愿 在高峰期或恶劣天气时 车主最需要用车的时刻 恰好也是共享需求最高的时候 在这种需求下 车主共享车辆的效应 可能远不如预期 特斯拉的品牌形象 与共享出租车的定位 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 展望未来 特斯拉的战略方向 将直接影响 其在无人驾驶领域的成败 如果继续专注于汽车制造 而非出租车平台 特斯拉通过FSD来优化效率 减少汽车数量的愿景 可能面临挑战 这样的背景下 与Uber等平台合作 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 或许是明智之举 尽管自营自动驾驶车队 看似利润丰厚 但随之而来的高额资金投入 和运营风险 可能大幅增加公司的负担 相比之下 传统汽车公司通过销售车辆 将资金压力转移给车主 而特斯拉则可能成为 史上最重资产的工资 长期来看 特斯拉许面对诸多障碍 尤其是在执行力和市场监管方面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逐渐成熟 特斯拉在出行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可能会进一步巩固 但这是否会引发反垄断问题 答案相当可能 一个企业在某个市场中 占据过大的份额 往往会引发政府的审查 未来 特斯拉可能面临更多的监管压力和反垄断调查 这无疑是需要高度重视的挑战 最后 再谈起Cybertruck的召回事件 尽管这款产品有望在2025年全面量产 但近期表现却令人担忧 特斯拉已召回超过27000辆Cybertruck 原因是软件问题导致倒车摄像头故障 这已是Cybertruck发布以来的第五次召回 尽管特斯拉通过空中软件更新解决了这些问题 展现出其在软件和云技术上的优势 但平凡的召回 为对产品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快速推出新产品 固然能迅速抢占市场 但如果无法确保每一款产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可能会对品牌形象造成长期损害 回想去11年前 我们美国投资网首次分析特斯拉时 以56美元拆股后为3.7美元的低价 买入了1500股 这一决策不仅引发了广泛关注 也让我深刻体会到特斯拉的潜力 随着市场的波动 我们必须深入思考一个关键问题 特斯拉的真正价值究竟何在 不能仅仅依赖马斯克造福全人类的愿景 来评估这家公司的投资价值 特斯拉的长期潜力 存在几个关键领域 全自动驾驶FSD Robot Taxi Optimus人型机器人 以及能源业务 这些领域的潜在价值 虽不总是显而易见 但未来的发展前景无疑让人兴奋 短期内 我们或许无法确切预见这些技术 何时会成熟 何时能实现盈利 然而从长远来看 自动驾驶实现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人型机器人也将在各行各业中 逐渐扮演重要角色 想象一下 当自动驾驶汽车在城市街道上自由穿梭 人型机器人在家庭和企业中 承担各项任务时 这种场景无疑将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 所以如果你对马斯克的愿景充满信心 并相信他能够将这幅蓝图变为现实 那么线下的股价很有吸引力 再来看一下技术分析 自Ropitex发布会以来 特斯拉股价已经下跌了10% 并进入一段横盘整理区 目前股价在213到222美元之间震荡 这一区间是9月初突破下降趋势线的重要支撑位 如果股价能在此位置齐稳 并形成经典的突破回踩状态 并形成经典的突破回踩形态 这将被许多技术分析师视为买入信号 预示市场可能在此处重新找回上涨的动能 但是如果慢压持续 股价可能进一步下探 市场的目光将转向200日均线 约在200美元附近 这条均线通常被视为长期趋势的参考线 如果股价跌破这一水平 市场将重新评估短期趋势 并可能触发更多的止损卖盘 从而造成更大的市场波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对特斯拉第三季度什么看法 在当前点位见仓了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